小朋友们 你们好啊 欢迎你们来到英雄初少年的故事时间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小饼干和围曲妈妈系列故事 这个故事名字叫做 一张美丽的书桌 小饼干他想要一个大大的书桌 他和围曲妈妈说 我想要一个漂亮的书桌 就像大哥哥大姐姐的书桌那样 可以在上面写字 画画 写作业 还可以玩 书桌很快就买来了 书桌被放在了客厅的阳光室里面 小饼干开心地边唱歌 边来装扮他的书桌 在书桌的左边 放上了一个苹果形状的笔筒 右边放一个汽车形状的餐巾纸盒 中间再放一盆红色的干花 书桌好漂亮 围曲妈妈 你过来看 看我的书桌漂亮不漂亮 小饼干喊着 围曲妈妈跑过来一看 我果然是一个爱漂亮的女孩子 连书桌都打扮得这么漂亮 围曲妈妈离开之后 小饼干对着书桌左看 右看 然后又在笔筒旁边 加了一个熊猫小台灯 在餐巾纸盒旁边又放了一个小小的文具厨 然后在干花前面又放了一匹彩色的小马 因为小饼干是属马的 围曲妈妈 你来看我的新书桌是不是更加漂亮了呢 小饼干又喊 围曲妈妈跑来一看 果然是和刚才不一样了 我们的小饼干真是会布置啊 围曲妈妈离开之后 小饼干对着书桌又看了看 然后又放上去了 一面小镜子 一张自己跳芭蕾舞的照片 以及两三个可爱的小玩意儿 围曲妈妈 你来看 我的新书桌是不是越来越漂亮了 小饼干又把围曲妈妈给喊来了 这回小饼干等了等 围曲妈妈才过来 她看了一会儿说 你放了这么多东西 怎么写字画画啊 小饼干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喜欢这样 这样好看 哦 那好吧 等到中午 围曲妈妈去喊小饼干吃午饭的时候 看见小饼干啊 她竟然是跪在地上 然后自己在小板凳上写字画画 围曲妈妈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用新书桌啊 你为什么在椅子上啊 小饼干头也不抬 回答道 我怕把书桌弄乱 这样书桌就会保持干净整洁了 哦 围曲妈妈说 书桌是买来给你用的 不是让你看的 小饼干说 反正这是我的书桌 我喜欢看 我不喜欢用 嗯 好吧 没办法 围曲妈妈只好摇摇头 把小饼干拉去吃午饭了 结果没想到 等小饼干吃完了饭 回到桌子前的时候 啊 突然大喊一声 哇 然后就大哭了起来 原来啊 吃午饭的时候 咪咪来参观了小饼干的书桌 哇 全都被咪咪给搞乱了 小饼干怒气冲冲的跑向咪咪 咪咪 你全把他们弄倒了 咪咪吓得竖起尾巴就逃跑了 这天晚上小饼干决定不去大卧室和围曲妈妈一起睡了 她要和书桌在一起 她说 嗯 新书桌第一次住到我们家 她的晚上一定会害怕的 我要陪着书桌 围曲妈妈问 那你不害怕吗 小饼干说 嗯 你开着灯我就不害怕了 我还要看住咪咪 让咪咪不能靠近新书桌 我要保护新书桌 哦 围曲妈妈摇摇头 只好拿来了一个睡袋和一条垫背 按小饼干的要求 铺在了书桌的下面 哎呀 这个晚上啊 整栋公寓楼都是黑漆漆的 只有小饼干夹的窗口啊 灯是亮着的 灯下的书桌呢 像商店里的橱窗一样 布置得很热闹 很美丽 那书桌下的小饼干呢 也笑眯眯地睡着了 卷卷的头发就像花瓣一样 散落在枕头上 好像比那个漂亮的书桌还要美丽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 因为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